我请教昆律怎么观察现在的乱局 现在的乱局 现在的乱局核心问题就是侯友宜 现在所有的人 包括国民党里面的什么中常委大佬 见到侯友宜那个表情 然后应该都是在会浮出美凤姐的声音 那你现在的民调 你今天的民调有几% 那个没有办法 那个是大家眼睛中的问号就是这个东西 那个本末若的时候 就是身体体质需不受补 你谁去救都没有用 那么侯友宜这个状况 就是那天金老师 我现在都要称他金老师很生气 金老师开了记者会 然后我有讲话有错误 我马上承认嘛 然后可是后面两个东西是很有问题的 第一个他去讲 什么民调有90万的 什么50万90万 我们30年来民调从来没有听说过有90万 向来都是二三十万解决 然后你不出分析报告的话 还可以降到15万 我第一次听说有什么一个民调可以做到50万90万 所以金老师你要小心一点是不是有人给你乱报价 然后你可能被蒙蔽了 这个不要乱花钱 这是第一件事情 而且这件事情 可是我吐槽一下金老师 金老师的意思是说 民调可能有人可以用钱来收买或者带风向 那我猜测判断确实也可能有人 因为我观察到台湾现在很多你听路没听过的网路媒体 那这些网路媒体来路不明 股东不明 有些时候他可能各有不明的政治的动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观察到有很多人拱郭台铭 有两个力量 有一个力量是真的要选票 因为反正郭台铭有选票 有版面的话 要选举的人没有人在嫌票少的 可是有一些人是看到他的钱 不拱白不拱 拱出来他下广告下运 预算下公关下置路 管理怎么下 看在钱的份上 不是 而且如果四咖都出来选战 你是一个小的直播主 你有四咖都可以做公关或者收广告的话 那广告价钱也比较容易拉高嘛 所以有些人说穿了拱他 是在贪他的钱 但是也是没关系 这个跟居住正义一样 财富也是要正义重分配 好那可是呢 可是呢我的感觉是 金小刀虽然讲这个 他就去嘴有一些民调呢可能在带风向 可是我要反问金小刀 那你觉得谁没带风向 是T台吗 是联合报吗 是中天吗 那联合报要做一个侯友宜50%的民调40%的民调30%的民调给大家看看吗 OK啊T台也可以啊 T台会做出侯友宜50%40%30%20%还是还有破底价我不知道 那金小刀意思是说摸外头牛鬼蛇神啊乱七八糟 好那谁不是牛鬼蛇神 还是你金小刀有本事你做一个民调 你来开民调记者会 对 你来解读给大家看看 对 所以金老师呢 好很尊敬的金老师 那天开的是一个地图炮 这个地图炮他其实羞辱了全台湾所有做民调的公司 所有主持民调的专业人员 好所以昨天晚上戴利安就受不了了 戴利安接受访问的时候就直接讲说你这个羞辱了太多人了 然后而且民调根本行情就没有这个 就就就就就像来都是20万30万在解决 顶多做到40万不得了了题目很多了 那你哪有哪有什么50万100万的这种行情 而且第二个 那我们做民调都很清楚 我如果是业主 我委托一个民调公司 我们本来就要在在洽谈的时候 我们本来就要去瞧那个题目 对 要做什么 这哪有什么什么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子的 所以这一次的状况呢 然后戴利安讲的第三个事情说 如果有人要花100万要做一个特定的民调 那通常是把这个钱砸下去 把某一个人做第一名做最高 那不会有人去做老三这种事情 所以你不能把老三这个状况去怪到说 是民调公司有人刻意操作 而且你怎么解释连12民调都是侯老三 对啊 我们外面有十几家 这不是一家两家 外面有十几家 你说这样的话 一划下去好几千万 光为了民调做好几千万 这完全不合理 不合常规 没有人这样子花钱 好这个是第二个事情 第三个就是刚才创世下讲的 我们做幕僚那么久 没有再说 我开记者会说 我是诸葛老板是阿斗的 没有这种事情 他没有这样说 他只是补充说明清楚 这一个政策 我认为金小刀是很负责的 在说明一个完整的政策 我这样子讲 我这样子讲好了 以前老板讲说有 不小心讲错话了 或说明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 通常是两个到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我们先发新闻稿澄清 说没有昨天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然后第二个事情 说这个可能老板自己出来 用一个说法 把它圆过去或转过去 说昨天晚上那个太累了 一时口误 或说我真的意思是什么 或再讲一遍 或再讲三遍 把它压回去 第三个动作 可能其他的发言人在上节目 或什么其他的地方 在帮忙说明 没有说在开一个记者会说 我这个稿子原来是怎么写的 这完全是幕僚大忌 关键都是在吼 吼你自己站不起来的时候 请问我郭台铭 先生不出 那天下苍生河 他原来是想要参选 想要参选 然后现在的状况是 他不参选会得罪人的 这个状况 这种压力 或者这种状况 变成蓝军和深蓝军的期望 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那么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 郭台铭势必要参选 他只剩下一个东西就是 时机跟方法的问题而已 那柯文哲也是看到这一块 柯文哲就看到你猴这么弱 国民党的小鸡 肯定是很好拐 很好骗 很好召详 对啊 所以现在那个以前有鸭母王 现在那个柯文哲叫做鸡母王 小鸡都跑去他家了 然后可是他现在在跟郭台铭 处于一个竞争状态 那两个人只能出来一个 那如果两个都出来 两个都死 那所以现在在互相 搏心基人 搏心基人是这个东西 现在很多选民全部都跑来观望 然后大家都在等最后一个月 然后到底看看状况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再来决定是谁 这个情况会变得很难控制 我跟你讲 我本人在这里主持 带座长节目超过十年 我的观察 今天一个兵役政策 如果一天之内四个月 一年一年四个月 假设是蔡英文干这件事 我刚刚点名的媒体 全都追杀 全都杀到凯道 杀到总统府逼他下台了 今天假设赖清德干这件事 这些媒体 这些名嘴 那馆长都不用去讲居住正义 馆长会出来讲国防正义 兵役正义 然后都杀去要造反要倒台了 所以蔡英文非常谨小慎为 蔡英文不是不会讲话 她也不是英文不六 她是只要讲的话里头有一个小缝 不要说讲错四个月跟一年不一样 这很离谱 她只要有一个小缝 甚至据点位置稍微顿一下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讲话 刚好这个出了口水 那个停顿的话语 有一点点语气上的差异 她都要被大作文章 我今天不是蔡英文的强粉 我是讲说台湾的媒体有一些恶劣 恶劣的文化是这样恶劣的 她不是在跟你讨论政策 她是在做政治追杀 所以今天这个政策 四个月跟一年就是不一样 今天如果是蔡英文一日之内 这样生变 我跟你保证这些媒体早就杀到总统府了 如果赖清德也一样 但是是侯友宜他们就说 哦哦这不小心讲错了 哦好没事 那严重双标嘛 然后搞到金小道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我说金小道你出来选总统 你要推这个政策 OK你对全台湾推 我看你有多少支持者多少票 对 我昨天才写了一篇文章 十年前四个月兵役要在立法院过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就反对 我那时候我们就全力反对 你四个月兵役 它的前提叫两岸有和平 两岸关系和缓 那时候的用词是这样 然后所以我就可以 国军可以轻松点 有四个月兵役 我们当场就质疑 如果两岸关系和缓 我们就可以不用打仗的话 你四个月浪费这个生命干嘛 你四个月都不应该要有啊 对不对 你把钱收回来啊 国防预算砍一半啊 这样好不好 马上丢回去啊 所以四个月本身就是一个错的东西 侯友宜是被逼着 父子骑驴骑在一个病死的驴上 那个叫四个月的兵役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他是拿这个出来骗票 他跟居住正义一样 居住正义 馆长你最好喊 跟着我都有信义父帮住 因为有信义父帮住户的凯模 郭台铭都站到台上了 要参加居住正义的 不要小鼻子小眼睛 你的目标就是我也要住信义父帮 对我帮那个上老大补充一下 他刚才讲的是有意义的 说这个学生没有表现好 那是老师没有教好 没有因材私教 对不对 就刚才郑昊讲的嘛 如果这几位老师当初告诉他是说 千万不要重启何事 搞不好他就会说重启何事 对不对 所以你要因材私教 你要跟他讲反话 永远他记得最后一句话 你不要跟他讲太多 这个以前 以前有听过嘛 所以这个是这个人的资质问题 那个大家在讲说 讲说他不是资质 这个不是什么材料 不配领导国家 什么那他不配当领袖 对啦兔女郎也只有领子跟袖子 其他都没有 大概状况就是这样 那都对 但是他现在就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所以悲哀啊 对 但是国民党倒一倒就算了 台湾不能跟着到 台湾不用陪葬啊 国民党要陪葬是他们去死啊 对 小鸡要陪葬去活葬啊 所以他们家是 我们是外人 我们不用陪葬